就得让劳森自己保护自己了 是吧 你自己调整啊 孙明慧转 漂亮 这球这个出的空间是怎么创造出来的 这个太漂亮了 孙明慧今天外线命中一记三分 同时在近距离没记错的话 已经打成了三次 完全空了 孙明慧加速 一看对方劳森没追回来 也是尽力的加速 找到转一号外线空位三分 好球 这就是你看这第一这是广沙特长 孙明慧这个 先就打打开 在后边在里边等孙明慧 好球啊这球 这球劳森访得不好劳重心之稳啊 还是挑战 完全放孙明慧 这位底角 三分球 这两个底角的三分明慧 对于广沙来讲进攻一端啊 重场没什么 还是这个 好球 就得让劳森自己保护自己了 是吧 你自己调整啊 孙明慧转 漂亮 这球这个 出了空间是怎么创造出来的 这个太漂亮了 孙明慧今天外线命中一记三分 同时 就是在金球 哇好球 真漂亮 攻击篮框啊 对 已经是攻成了四级篮框了 是 开截现在孙明慧 孙明慧 这两个三分球 这两个三分球 太阳来了 简直是666 但是我 这球没吹进攻犯规吗 应该是没有打到感觉啊 如果这两个球 我已经感觉到不见 他打到现在为止 他建立的那种心理优势 虽然比分差距可能没有那么大 这球投进之后8分差距 但是你觉得虚拟 对 我怕 抢猪猪 上队 这个 4秒 赢着王哲林 咱们再进 孙明慧 再进一记三分 哇 达到一分的分场了 6秒钟 很耐心的叫了一个掩护 最后选择自己 再进一个孙明慧 我三分了吗 对 对 大家保持平行站位的时候 你也占不着便宜啊 孙明慧 你也打你一地 用了 是吧 但是他爬得给你 倒地之前 对 一回杀一回满枪 最漂亮 三分队的核心空位 在这后很轻松的打一个5比0 看这个 还是跟走了 跟着走了 还是跟着走了 好球 我已经29分了 攻击 两个人都已经4次犯规 如果让他们其中一个 尤其是孙明慧 如果领到5次犯规的话 会完全打乱 这个广沙队的进攻队 布置 缺少灵魂了就 米球 雷 由于 热 这 瘦得太小了 对 5个人全都在这 没错 李金销 关店的外线命中 第二支务 往前推 没给 胡金秋 再给他玩家 杀一回马枪 第二次杀成回马枪 第一次助攻给了队友 王哲林和陈丁坚第二周围 陈丁坚上 陈丁坚上 十五号上 小辉 中举林 一听中举林 这是他如果能够稳定命中的话 对于对方的 不容易在里边这蛇行突破 没错 人情之中了 出电队真是点点开放 上场球员就要不得分 全场63%的能力 又是孙明辉 连得6分 这108分里 这有70多分跟他有关 是吧 绝对的灵魂 扣子漂亮 真漂亮 这球很反常的一个基地传球 上下步 攻距离 陈丁坚今天把他的进攻技术 也发挥得淋漓尽致 连最不擅长的远投 今天都已经进了四个 这球是突破之后 一个左手突破 这是右手 然后转过来还是左手 左右开弓 左右开弓 对 那广沙迫切的 需要另外一个得分点 能够站出来 三分还有没有 小银浩 太难了 又应该碰到了 我感觉应该 看一下啊 这个已经碰到了 这个也碰到了 这个没问题 来看看本场比赛的力加进球 孙明慧这转脱龙 对 这是在第一节 体能还充沛的情况之下 孙明慧到现在为止 应该是已经得到了39分 这也在这一分两个 现在哎 奥 乔 现在再抢三分了 我叉得抢三分了 好球 第六个 孙明慧个人第六个三分 能不能投进第七个 第七个三分 孙明慧 这就是孙明慧的职业生涯新高了 应该之前最多就是五个 其实你看刚才裁判也不推了 这样132比119 最后的比分就是如此 福建队以十二的身份 位列第十二的身份 挑战位列第五的广煞成功 他们将晋级到季后赛的四分之一决赛 面对北京首钢 恭喜福建晋级季后赛下一轮 恭喜孙明慧 人生进阶的赛季也画上了一个休止符 准备铁迷的胜火 感谢 来出赛 这个道路 目的是 Fire 目的 看制